大師答問時間 這條課金是問你的 還特別課金給你問你的 小宇 一百元 多謝 阿倫 我知道你有看菲夢和薇辣 你怎樣看薇辣 接近事件 另外想問一下美國和香港的科技股 你和大師的看法 少少課金而是支持 多謝 薇辣 其實那個事件是因為阿貞自殺 好像是前幾天宣布 他又不是接埋 等於接埋 就是Youtube頻道不再繼續更新 我想那間公司還在 或者他們做了一些經理人 那些演員可能還在 據說好像無教做 據說好像無教做 我想其實原因就是 老實說 許薇辣我看來都是一百人 是一百人 是 那你如果 譬如那些廣告商 因為這件事 和它說清界線 或者不再下廣告 再加上如果 即是你問我 其實我想它的營運 是根本不賺錢的 是 其實背後一定是有些金主 有些投資者 據說是 那個叫做是 澳門政府 政府 對 我講講 23小時前 微辣官方IG宣布 暫停更新 全已遣散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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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已經暫停更新 絕對 有人告訴我 它已經是 就是有些欠債 或者之類的 因為它 沒有任何廣告商的責任 所以 已經是 失眼中的路子 所以 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想背後一定有 投資者 就是這樣的營運 因為其實 你在拍一個 譬如片 我們以前 好像常公之節目也有說過 和超人 我們早幾年 我們有些 產品課程 都曾經找過 微辣是想賣廣告的 說了十幾二十萬 都要 但是那時候 為什麼沒有再去做呢 就是因為 疫情 沒有理由 因為我們去澳門拍 大概14天 或者他過來香港 都是不行 所以就沒有繼續做 但是其實 他的營運成本 非常之高 你以為是 開頭當然很簡單 到豪資開檔的時候 但是其實 老闆好像有 兩三個 但是 我想他的營運 是一定有投資者 就是可能 當作一個傳媒 你燒錢 或者他有少少的 網上的影響力 其實一定是投資者 如果投資者 如果去到今天 他不再磅水 就沒有了 所有這些 我覺得他出的問題 因為我們自己做 我們自己做生意 做小生意 我們知道 就是 最初的時候 如果自己一人公司 那些人很容易做 因為實在賺錢 最初 但是當你請那些人 變成公司 你就會有一定的難做 你變成一個TVB 等於 就是一個mini的TVB 你要有編劇 剪接 鄧國 每一個分工都很仔細 那你那些就是 營運的開支 我也想跟你說 一件事就是 本來想打電話來說 但現在直接跟你說 原來蕭若元 陶傑 他們全部那些 那些剪接 都以為他們有團隊 其實不是的 他們是全部被同一間公司做的 那些公司全部都做 所以有些香港人 就從他們分成 從他們分成 分成方式去計 那些人應該都包了 全部你們的KOL 那些 你給他們做就行了 是的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 講到微辣 其實微辣 去十周年 就是叫做 過不了 剛剛我就看到那個新聞寫著 十周年前就宣佈停運 那我也記得 老實說 他剛開始 即是說十年前 大概十年前 其實我覺得 他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當時100毛 就開始 應該上了市吧 或者再上市 即是開始不是做得那麼好 因為還沒上市 但不是做得那麼好 那他就 在 即是他那些片 其實是有些創意的 很早期的時候 因為你說的 你剛開始創辦的時候 你當然是有些心的 或者你 會有些初心 那是做得不錯 那當時是 贏黑100毛 那當時 但是慢慢拍下去 就 那些想法就抄來抄去 還有 最大問題就是 就是 得罪講句 他們那些人 普遍上 是讀書比較少的 有時候有些事 我不可能沒有文化 但是會 你去到有些很 critical 的時候 一些 critical moment 你就可能會 處理得不好 還有就是 對 還有就是 你可以一兩個讀書比較少 但你不可以 主要 沒錯 你一兩個是沒問題 這個是比較上 還有 他們 最後 如果你管理到 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你不可以 整個團隊 是這樣的 沒錯 另外你說的是 飛夢 飛夢當然比薇勒小很多 規模 但是 他們仍然 保持到那些 巧 還有保持到有創意 還有 他們比較貼 一些時事的 當然很危險 他們做些事 但是 就比較上是 因為始終團隊都比較小 還有 這些片來講 是比薇勒有些深度 香港當然是 最紅就是事當真 或者現在叫做 龍頭就叫做事當真 但是其實 這些都是很 我想 最後都是投資者 後面 就是應運 我再說 就是 那些 現在的新很多 年輕人去創業 這是幾件事 但是始終 如果有一些年紀比較大些的人 去處理回某些 尤其是一些災難性 因為年輕人是衝的 那些是需要在公司 採斥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些人 比較好少少老成的人 去打客房 以前的人就不同 以前是20歲左右老成的 那去打客房的話 你衝得太厲害 尤其是 真的在街上劈的時候 當你遇到一些公關災難事件 你就控制不了 有時你會見到 年輕人控制公關事件 是很多 很災難性的 因為他們很衝 他們不理會這些 正如你這樣說 就好像Google Google當時是兩個創辦人 是年輕人來的 其實他 都聘請了一個CEO 就比較上是 年紀大一點 就是有些經驗 就是施密特 當然他退了 現在是印度人做CEO 其實當時施密特的 對Google的貢獻很大 因為兩個年輕人 可能做ITO很厲害 或者是充力 但是 你去到最後 你還是要想 除了一些公關事件之外 還有就是 你現在公司也要上市了 那你怎樣跟投資的交代 你都要跑數 沒錯 另外最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問一下 香港和美國的科技股 美國和香港的科技股 的看法 沒有什麼看法 其實現在 沒有什麼特別好 沒有什麼想法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我不知道 雙湯算不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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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香港 還有就是 其實我這樣說 我真的覺得 究竟阿里巴巴還算不算科技股 這個已經是 有幾科技呢 就是現在阿里巴巴的技術上 是不是 都不可以這麼說 都算是 騰訊好像科技點 兩者都有的 阿里巴巴也不是一個網 不是上市公司 另外阿里巴巴也很賺錢 阿里巴巴也很賺錢 都是一些重要的科技 雲端 暫時現在來說 還是的 那10年可能是很輕行的 美國科技股 我只是覺得 我不懂得看 應該問阿拉軍 但這個是會員 不是會員 不知道是不是會員 不要緊 應該你們多點看我們的 這個 如果美國股市 尤其是網上科技股 或者 網上官經濟 都是看我們CR和財經 會比較上 會專業的分析 還有貼一些 因為其實這些很浪費時間 我們真的要看多少資料 不用做 真的不用做什麼 除非很專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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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 第二條 要飛回去 好 阿Ken 請問大師阿倫 現在香港政府 政策轉移鼓勵 及支持本港加密貨幣發展 亞洲電視有沒有機會 在這個方向去拓展 亞洲電視有人才有專才有技術 再配合亞洲購物 和AC TV Mall Coin 可以相負相成 對嗎 謝謝 我就說了 你便說了 很感謝你 我為何在做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你需要打出局面 現在始終都是一個戰國時代 香港現在是支持 交密貨幣發展嗎 算不算 我只是說後面那句 有人才有專才有技術 再配合亞洲購物 和AC TV Mall Coin 這件事是同意的 後面的前提 你再說一說 前提 香港轉移指插 及支持本港加密貨幣 是不是呢 我覺得不是 你覺得不是 你覺得不是 好像是發牌 那就是炒比特幣 或者一些穩定幣 我覺得如果比特幣 我不介意 甚至是 那個叫做 以太幣也不介意 但問題是穩定幣 全部都騙人 他們現在都可以支持穩定幣 我不太知道 如果政府支持穩定幣 我覺得政府是否支持穩定幣 我不知道是否支持穩定幣 但穩定幣全部都騙人 都不穩定 所以我覺得比較奇怪 說法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向這個方向 托戰 不過問題是 我們未有人打出局面 因為打出局面 其實市場是很難的 但問題是我們正在做 說說網路3.0 老實說 我對於 網路3.0 或者 Blockchain 在應用 應用 其實我覺得 在所謂應用價值上 暫時沒有人 暫時沒有找到一個很 有 你不跟其他科技 例如我講AI 你很容易會清楚 是怎樣做的產品 但網路3.0 都是比較抽象的 現在的情況 而且他們不是沒有試過 不要說香港 例如J.P.Morgan 他們應該在2017年左右的時間 已經是他們曾經 建立了一個 一個Blockchain 出來 他們自己投資 其實當然是基於 以太坊 但他們自己建立了一個 鍵出來 再改 就提供一些 在銀行 或者是 金融的 應用 但是 應該 他們應該和IBM合作 沒有記錯 J.P.Morgan 大家看看 我忘記了那個Chain的名字 當然我忘記了名字 因為根本是搞不定 沒有什麼 下文 還有 這個 WeBank 就是 騰訊的銀行 是不是叫WeBank 我記得 也試過 想自己建立一個Chain 那些技術 但是 也都是 沒有下文 因為最大的問題 Blockchain 問題就是 它的速度不夠快 你說一秒鐘多少交易 現在經常說 一秒鐘 以交易所多少交易 或者Visa多少交易 或者PayPal多少交易 其實好像 這方面 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突破 3點 應該說 就我所知 就是 好似 第一 就是 它是未來的 大勢所趨 不過問題就是 大家還沒想到方法 出國變成錢 就是變成錢 就是變成一個 business 的時候 因為你不是一個 中央化的東西 你不是中央化的東西 你中央化的東西 你很容易變成錢 你一定要光顧它 但是Web 3.0是一個技術 但是初在 就是Web 3.0 通常是跟金融有關 因為現在好像香港那個 包括陳家強 這個 財政司司長 這個 陳茂波 好像是這樣的 那個組成 好像我記得 但是他們想的 是 都是金融的方向 但是始終 問題 如果那個 交易量 譬如每秒鐘處理交易量 不夠快的話 其實你在金融裡面 是不能做的 就是你不要說股票 你就算交易 普通交易 我讀 你現在讀 那些 譚信 微信支付 那些東西 你都要講 多少個交易 那你其實 如果你走blockchain 沒有的 你走blockchain 你要decentralize 你就會速度慢 你不decentralize 就中央化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叫我講 其實有centralize 有decentralize 譬如你說 以前那些 股票交收 股票交收 或者一些 樓契買賣 是decentralize 可以 我講 即是說 是一部分 decentralize 一部分 centralize 即是中央結算 那部分 你轉名 可能不是經常轉的 那些就decentralize 因為交易量不大 沒錯 或者買樓 也是交易量 不會說股市 那你 你在那裏轉 和在哪裏轉 都是一樣 那麼多時間 和銀行轉 其實物流 那些是可以的 物流那些可以用blockchain 那些可以 不是一個很critical 那些的交易量 沒錯 但剛才我想說 你講陳家強 陳茂波 我想你都批評了不少 找幾個專人去做好過 他們都不懂的 我不敢說不懂 但是 如果你要是 發展web 3.0 我就不相信 他們可以做到 一些成績 沒錯 所以 情況就是這樣 OK 多謝大家